把剛剛的檔案先關掉 接下來來看一下 就是範例檔案裡面的第五個單元 當然有關檢視與參照部分的話 理論上跟那個 其實最重要有一個函數叫V2函數 V2函數當然用到的機會是最大的 可是其實有很多地方 你沒辦法用V2函數 去幫你做出結果來 當然你就需要用其他函數 哪些呢,像index 像什麼 像indirect 等等的啦,或者match 或者叫cullen row等等的 那比如說我們先講一個跟那個v2函數有關的 像人事考評好了 這個也是跨工作表的 所以待會請各位開啟 這個人事考評的這個範例 那首先的話就切 當然這個有個試題啦 其實這個是 一個證照考試的題目 拿來當範例的 我認為這題 設計的其實還OK 那首先的話呢 會有幾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注意的 首先我大概把題目說 你先切到第一個工作表 住專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會需要知道單位 那單位的話呢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單位 有沒有 其實有個對照表 有沒有 單位這個欄位 他就會有個對照的單位 那單位你會發現這個108 就是什麼 總行 審查部 意思就是說 他這邊有幾個欄位 包含單位 就是108 那主別的話呢 就是a 升等的話呢 就是前面這個1 那我必須怎麼樣 對不對 我第一個啦 當然我要需要什麼 先把這個 他的編號 108先提取出來 然後呢 再去哪邊呢 再去 他的對照表裡面查 那你會發現 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就會有所謂的什麼 單位 其實已經幫你圈好了 在這裡 主別 主別在這裡 abcde 升等 升等是1234 有沒有OK 那另外還有什麼呢 考評等級 考評的話就abcde 然後呢 考基的話呢 就是優甲乙 那總共會有 五個 這個名稱已經幫你定義好了 所以這個你不用去特別去定義 那我們需要做的是什麼 第一個 請你把單位查出來 108 當然你不是叫你108 找到這個 找到這個把總行 審計部幫你複製貼過來 不是啦 只要你把它查過來 要怎麼查 你可以分兩階段 第一個階段 先把108切出來 108的話 我們可以有文字裡面的mid 那mid的話 可以跟他講說 我的字在這裡 我要的資料在這裡 那我要從第幾個字呢 108應該是第3個字 要取幾個字呢 取3個字 得到108 OK第1階段108 第2階段的話呢 再把它減下來 不包安等號 利用那個呢 關鍵的地方來 減4與參照 減4與參照 他換名稱了 他以前叫減4與參照 現在叫什麼 查閱 我是以為剛剛用到查詢算了 查閱 我覺得查詢比較準 然後呢 裡面的話你找到V的換數 現在叫查閱與參照 OK按確定 好 那這邊的話你會發現 他會有 總共有 這個 4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你要查什麼 我要查108 所以你把 剛剛的那個mid 資料貼過來 108 第二個的話呢 Table Array Table的話是資料表 就那個表格啦 所以按F3 去哪邊查呢 我去單位裡面幫我查一下 單位喔 OK 所以 那 查什麼呢 查 比對的話呢 一定會比第一欄 如果你不知道哪一欄的話 你可以再點這個 下面一個 再點上面 這個文字方塊 他會跳回來 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第一欄 這是第二欄 比的話一定是比第一欄 那查的話把 他問你 這個問題是 那請問一下你要把什麼資料帶回來啊 我要把第二欄的資料帶回來 所以輸入2 第三個第四個問題的話 那你要是不是比完全一樣的 還是要找 其實意思是說 你要不要找接近的啊 不要 不要的話就零 要的話就一啦 一的話就是 如果你找不到108 那可以找109嘛 沒有沒有 我不要 零 完全一樣的 零的話指的是完全要找一模一樣的東西 按確定 總行 那底下的話就點兩下 OK單位找完了 再來的話呢 主別 主別在哪裡 主別的話就ABCD這個 那一樣的我們一樣利用什麼 MID 所以最近使用過的 MID 然後找這個裡面的 第幾個字呢 1234567 第七個字 要幾個字 一個字 OK OK 然後 當然不是要找ABCD 我們要找 一樣的方法 減下來之後 再到呢 那個什麼 最近使用過 V多函數 一樣把這個貼過來 幫我查A喔 去哪邊查 F3 這個什麼 主別嘛 主別 找主別裡面的第2欄 所以12嘛 找第2欄 要不要 找接近的 不要 零 OK 按確定 這樣就找到了 一樣啦 升等 升等在第1個字 所以其實你可以不用MID啦 你可以用什麼 用LAPS 文字裡面的那個LAPS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這一題 比較特殊一點 就是說 左邊算過來第1個字 請各位看一下 這邊的資料什麼 1 是什麼 文字1 E喔 OK 那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如果你把這個資料 剪下來 放到那個 V多函數裡面 去查的話 查什麼 查深等 F3 深等 那請各位看一下 他這個E喔 是沒有雙以後的E 這個是有雙以後的E 所以如果你讓他查 第二欄 0 你會發現按確定會怎麼樣 Not available 找不到 OK 所以呢 我們 需要做什麼事 把那個什麼 1變成數字1 還記得吧 前面有講過嗎 在外面包個什麼 包個Value OK 如果你沒有抓這個Value的話 他這個就不OK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關鍵的地方就是 在這個公司外面 包一個Value OK 好 123 那這個的成績的話 就是什麼 把這三個成績 相加 除以 3 平均起來 可是問題來了喔 他並不是分數 所以怎麼辦 你必須喔 把假 他的什麼 假的 等級這裡 假是85分 A減也是85分 要把這個分數先查出來 才能夠除以3 相加喔 除以3喔 或者是用Average 把這三個參數代金 就讓他平均 也可以 就得到什麼 考核成績 那比4的話呢 就是這個乘上0.3 這個乘上0.7 就是這個的成績 那就把這兩個 相加 不是相加 這個乘上 60% 這個乘上40% 就是核基 最後做排名 大概是這樣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請各位先試試看 在第五個單元 人事考評的這一題 先試試看喔 小燈 不錯喔 喔 乾杯 有 和 好